財資大道 林潔營 何文堅 剛才我們都說了 天災有時預計不到 自己做好的安全措施 也未必能夠避到 知道1月1日時 日本石川縣能登半島7.6級的大地震 也觸發了海嘯 目前已經過了 今天是15日 過了十幾天 其實災情的情況是怎樣 知道災後心理輔導協會 在1月10日派了專家 去當地幫忙支援 我們請來災後心理輔導協會 創會總幹事 杜永正 他現在在日本那邊 老Sir 早晨 你好 早晨 大家好 知道你們去了日本那邊 幫忙支援工作 你們10日派了專家隊去當地 了解當地災情的情況是怎樣 災場很大 好像兩個香港那麽大的 現在裏面有359個避難所 住了大概24500多個災民 由於災區裏面的道路損毀得非常嚴重 我們有時進去災區 譬如上午進去 晚上出來的路已經淋了 所以它現在可以這樣說 只剩下一條路 因為鐵路又損毀了 所有道路也有很多塔坊 加上很大雪現在都很危險 所以就影響到兩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那些自衛隊 就把那些物資拿進去災民 就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那天天那條車籠都很長 就是短短的可能兩個多小時的車 就變了可能要六個小時 四個小時才可以出來 或者進去 所以都影響到很多災民 現在其實當然了 如果看新聞 就是日本的新聞 當然大部分都是說他們有衣有食的 但是實際上就不是這樣 就是以我們的專家隊去評估 大概有20%的災民 現在連食水喝都沒有喝過 就是乾淨的那些 就是都是靠一些山水 靠一些東西去維生 那樣的情況 但是他們呢 對於他們石川原能登半島的居民來講 原來他們最大的一個心理創傷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們輪到市 大家都知道有個招市 這個招市就在地震之後 就有些火倒塌了 也都燒了四天的 那我們去到現場的時候 發現到那個招市其實已經移為平地 沒有了任何東西 大家說招市而已 那就再重建了 原來不是的 原來對於石川原能登半島的居民來講 這個是他們石川人的心臟 他們的感覺就有餘拿走了他們的心臟 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日本第一個招市 這個就是日本最老的歷史的招市 是超過一千年的 而連那個招市成立的時候 那間的中央他們說有一間神社都被銷毀 所以對於他們來說 他們不是沒有錢去重建 沒有心情去重建 他們很難去再爬起來 再加上大家都知道1月1號 是日本人新年很重要的日子 大日子 是全年最重要的大日來的 他們就下午的時候 其實那些親朋戚友就重聚的 就等於我們一個人好像拜年一樣 就是年初一這樣 然後下一個拜年的日子 他們突然遇到這樣的海嘯地震 有五千多間房子是損毀的 還要是下午四點多鐘的時間 就是家裡明明很 是啊 是啊 四點多鐘的時間 他們明明是很開心 就是佈置好家裡 那家裡就倒了 所以他們現在就變了 我們探訪他們的時候 很老實講 有很多的災民 他們就算在暖爐旁邊的話 都是騰騰鎮 都是不夠衣服的 他們的情況都是很難搞 但是你說 聽完我這樣講之後 捐衣服下去有沒有用呢 其實也不知道有沒有用 因為那條路是不通的 最大的問題是 很多車排隊都不能進去 還有一般的市民 如果不是好像我們救援車輛 就是我們有救援車輛的 license 其實是不讓他們進去 不讓他們進去 所以我只有能夠呼籲市民 我覺得 因為這個招式這麼特別 它說一年有 每年有250萬的遊客 會探訪 我就呼籲香港市民 我有時候覺得 我們的商界經常都說 ESG 即sustainability的高 那有沒有辦法 可以呼籲一下香港市民 或者大家曾經去過這個 我就沒有去過 說真的我要澄清一下 我真的從來沒有去過 我也沒有去過 這個叫做 輪到招式 如果你去過輪到招式的老闆 或者你是香港市民的話 你可不可能在這個時候 伸出援手去捐錢 去支持我們協會的人員 因為我們有十幾個義工 其實不斷進去 是找一條命駁 去幫他們做心理輔導 希望能夠重建他們 他們以前很有趣的 日本的災難 他們叫做復興 復興他們 但是他們這次用的字眼很不同 它叫復舊 即是石川縣的災民 他們用的字眼叫復舊 我們只是希望回到以前 即是希望回到以前 我們都希望能夠出一點點力 再加上提醒大家 為什麼我們會這麼快去到 因為我們最後的心理輔導會 剛剛在11月1日 就在日本成立了 我們的分部 是 就在附近的一個縣 所以我們在石川縣 在福井 和在富山三個縣 就包圍著整個能登半島 都有義工 而且是受過專業訓練的 所以 但是唯獨是 如果這樣進去 其實那個郵費 其實都幾貴的 所以 希望大家幫幫忙 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 你們工作人員 去到日本當地的 語言上的溝通 懂不懂得應到 OK OK 不難的 因為日文 對於香港 或者中國人 學日文 其實是容易的 因為他們最難的是 那些漢字 我們 如果學過日文的人 都知道 我們很快可以學到N1 那麼 問題不大 還有再加上 我們93% 就是我們 交易技術都知道 93% 都是 手勢 面部表情 就是身體語言 沒錯 身體語言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也是對的 因為到人家最需要 最需要你的時候 其實他們不是說什麼的 我們很簡單 比如昨天 前天 我們的義工 買一些食水進去 知道他們有 某些被孤立 就是橋樑 都中斷 要走進去 才走進去的地方 即是交通中斷的地方 接觸不到 是啊 接觸不到 連智慧隊的車也不能 直升機也不能 去到的時候 竟然那些日本人 他是一聽到有水 有成 是蜂擁出來 去拿 我真的沒見過 那年 三一大地震 做了十二年救災 都沒見過日本人 會在外國人面前 這樣 這樣 去將自己內心 是完全治 很久沒有喝過水 看他們 所以看到他們 其實他們 說真的一句 他們都是 很多人跟我們說 都是 你叫我們 我們不是沒有錢 去起回招式 或者重建 但是我們沒有心情去做 我們是 簡直好像一個 沒有了心臟的人一樣 所以希望 都不好意思 你們自己本身 將有心理輔導協會 311之後 一直都在當地做一些支援 救援工作 跟這次的比較 是怎樣 這個災區最難度最高的地方 就是因為它是一個半島 就不像三一大地震 四通八達 有很多路去到 它是一個半島 凸了出去 所以進去的道路 本身 只有兩條車路 加一條火車路 火車已經沒有了 兩條車路 其中一條已經倒了 大家想像到 只有一條好像入西貢的公路 好像入西貢的公路 還是進去的時候 和出來是不同路的 會踏坊 所以這個是增加了 所有救援隊 或者智慧隊 或者我們做輔導的難度 因為它的機場也都損毀 裡面本來有機場 剛剛昨天才開 但是機場都不是很行的 我聽他們說都危險 加上現在經常都下大雪 所以都是雪上加霜 難度是很難比較 但是大家都知道 因為這次的大地震 雖然是死亡人數215人到現在 但是其實大家不要小看 因為這個地震 原來那個震的時間很久 兩分幾三分鐘 它釋出來的能量 是僅次於三一大地震的 就是說它的能量其實是 雖然大家都是這個七點六級 三一大地震是九級 但是呢 它原來現在釋出來的能量 差一點點而已 就是它已經是很摧毀性很大 所以為什麼它裡面的道路 難得一個地步呢 是滿目倉儀的 就是車是走不了的 很多道路都是 現在不斷在那裡山崩緊 因為下大雨下雪 是令到那些泥土鬆脫 所以大家都希望多些關注 和了解一下 我知道他們當地政府已經是 是很努力 是用盡方法去幫他們 是無奈 譬如好像很簡單 他們沒有得洗澡 那些災民 那很辛苦 十幾天沒有洗澡 那政府已經 調撥了一些附近的溫泉旅館 就讓他們進去洗澡 但是那個問題 都是那一句 因為沒有路 就是它由它家裡的地方 就是那個收容所 去到出到溫泉 有溫泉的地方 是說本來是兩個半小時 現在就變了六個小時 就是它出到來 是六個小時 再要用六個小時回到溫泉 就是你可以想像到那個難度 就會令到一些災民覺得 很難去接受到這樣過年 這方面希望大家可以多加關注 亦都可以伸出援手 各方面都可以 譬如在心理輔導上面 在支援上面 或者在錢方面 都可以 如果可以的 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希望你們在當地的工作 都要小心 謹慎 現在看到當地的天氣 其實都很冷 還有大雪的情況 這個生活都說他們會狼雨 所以大家都要小心謹慎 今天我們先跟杜永禎談到這裡 謝謝你 謝謝 謝謝